欢迎收看《兼两点》,我是生亮 百万青年汉祖国 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 在疫后首次服办 昨天举办出发授期礼 500名香港学生现场参加 中联办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宋来主持授期礼时表示 希望越来越多青年朋友 去到内地行一行,看一看 感受内地生活 结交更多内地的朋友 寻找发展机遇,实现青春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青年的成长发展 尤其是对我们香港青年 他强调要促进港澳与内地青少年 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增强大家对祖国的相信力 我们今次主要的实习计划 就是安排我们香港的大学生 去到内地的不同省市 包括政府部门 一些央企、国企 和一些民企去做暑期的实习 整个活动最重要都是给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深度地去生活、去工作 对比起和一般几天的交流团有个不同 就是可以真真实实地设身处地在那里生活、工作 与普通的民众去接触 我想这种交流和探索的模式 会离得比走马汉花的一些团 会离得更加紮实和深厚一些 对他们的成长的帮助会大力 就快要出发了 不知道同学又有什么感想和期望呢? 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令到我们 对祖国有更多的认识 可以学到的不同的东西 以及认识多些朋友 所以我会参加这个活动 我作为一个双方的学生 当然需要对于现在香港最大的发展伙伴 内地做一个生产的了解 还有因为我本身 现在二年都要想着未来市场的方向 都要积累一些市场经验 所以希望今次在内地这个实习工作 可以令我更加了解到市场文化 我相信这个活动 可以抗复我们的视野和了解 都更加多内地的发展机遇 有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去上海 听说上海的文化和香港都相对比较相似 但是 都是一个中国里面很重要的经济城市 我觉得会在这里实习的话 会对当地的文化、气候 或者是工作内容那方面 都是一些在香港之外 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里去适应 或者去接受当地的文化 这个都是一个挑战 好像是香港学生去内地的计划 实习是非常之困难 很少开的事情 其次就是在内地生活 过几月这个事情都是挺吸引的 因为我从来没试过在内地生活这么久的事 所以想借助可以有实习 有生活的情况 可以一石二撩 两个情况都可以同时体验到 体验下在内地生活 在那种情况 真的可以更加了解中港之间的差异 以及现在内地社会的发展在什么情况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 有一个真很特别的体会 即是隔了疫情几年之后 去看回内地的发展的情况 他的生活 也都是除了认识在香港去内地的学生 也都希望认识到更多 当地的一些朋友 去括弧自己的眼界和圈子 点赖